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隆重开启入学仪式 费雨清和萌妹子们也是积极为该节目在1月10日的网络首播展台宣传 只是这一次小哥就不是意气表演的嘉宾了 而是美少女学院的院长哦 别误会咱费院长可不走严肃刻板风 现场他甚至还交起了另两位美少女学院的教职员工 导演易孝欣和主持沈南这红遍大江南北的擦玻璃舞 小哥的舞姿也是博得现场掌声雷动 大家以为这就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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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甚至还在现场扭起了腰 哎呦 这曼妙的舞姿瞬间也是把众人都给迷倒了呢 难怪小哥混在某妹子中间也是毫无违和感 整个画面似乎都冒着粉红泡泡哟 因此面对这些各个卡娃伊的美少女 小哥坦言自己更愿意做他们的心灵导师 以我的年龄来讲的话 什么他们也有时候跳不好 或是总觉得打不到自己的标准 会有点取丧子 这时候就需要给长辈 喝了 再来会更好 慢慢来别急 别急 诸如此类的我想 能够发挥的 有什么任何问题的 也可以跟我们互相揭揃一下 这个费叔叔呢 不是十五五号 费林庆的心理 他的想法 或是有个人 被网友波动他的心血等等 心里有没有一点涟漪啊 可以跟费叔叔讨笑一下 这个人好 这个人好 还是这个人不好 请 乔小哥 或者是网路的尺度 我们还是要走到这个会心一笑 所以这种产品是最少的了 没错 最难能可贵的 最高级的 就是刚刚我们这个 看了一声气 将来是很难寻找到 那么优雅的 对对对 如果要重 没少女的话 没少女倒不太适合 但是他们的笑声会推波助来 不是他们可能不一定会笑 他们万一似懂非懂的笑 这种人最容易勾引我 一直 一直想想下去 既然勾引到了费叔叔 咱小哥的现场 也是说来就来 我说这尺度真的还不算大开吗 连小编都想搬个小板凳 坐等费叔叔的笑话了呢 尺度不敢说大开 我还是渐渐地开放好了 你想很多东西 像这次节目也是 很多人生的第一次都一样 第一次会不太舒服的 第二次你会慢慢地接受 第三次你会很需要的 我讲的是说 这个节目的进行 我们的心情 刚开始也是会紧张忐忑 然后呢 跟着跟着 也许大家也能慢慢地接受 速度得慢一点 然后呢 我想我也会放得柔软一些了 等我进入那个状况当中